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 知名院做这个奖金红阀的大会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 这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的 这个八大人究竟的奖金是过去在台湾讲的 这个是韩音爵士被记的 我们这一次就用这个本子也纪念韩音老爵士 佛法无论是大小城经典 可以说呢 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 这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 所以跟诸位紧略地介绍这部经 时间虽然短 也要把这部经讲圆满 这个是一定的规矩 这个是一定的规矩 这一次在此地举办这个法会 得到水谷先生跟中村老法师 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 能够在寺院里面 讲解佛法的经典 讲解佛法的经典 英语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总希望把佛法教学 能够从寺院再兴旺起来 刚才我们听到水谷先生的致辞 跟这个老和尚的代表 研发世界讲话 我们能够肯定 日本佛教界知名的人士 对于弘扬 军教 立业众生 都非常的肯定 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的尊重 那尽我们一点冥薄之力 集合这个力量 希望把佛法能够推展到全世界 我们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 从世纪成道之后 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是 奖金三百余会 硕法四十九年 那么从这两句话 我们就深深能够体会得到 世尊当年在世 可以说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四十九年没有中断过 没有修习过 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 应当要效法的 这一次我们有殊胜的姻缘 在高野山镇局院 助了五天 在那边跟大家讲解 《观金三佛》 介绍 《应光大使》 《传法》的新药 跟诸位说明 祝福菩萨们 他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是自信 信德的自然流露 换一句话说 能随身信德 那就叫做佛菩萨 违背信德 这是凡夫 所以学佛 就是要效法师尊 效法祖师大德 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 这叫真正学佛 做到之后 能够说 做到以后再说 这就是圣人 说到之后 能够做到 那叫贤人 说到做不到 我说的是不太好听 那叫骗人 那叫自欺欺人 所以佛法的教学 德行是列在第一 重要 不但是佛法 儒家教学也是把德行 列在第一条 孔子的四科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第三个是正识 第四个才是文学 所以事出事件 圣人教化的那个用心 烈意 我们不能不明了 不明了 你学习就无从下手 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 道德的修养 啊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 至上圆满的教育 这是我们首先呢 要肯定要认识清楚的 啊 然后才不至于 误入歧途 经典 就是佛的教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佛陀教育里面的教科书 这一部经 是早期翻译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翻译经的体力 每一部经啊 一展开 一定有如是果文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余哪些听证 这些记载啊 这个经前面都没有 啊 啊 那么这是 早期 佛教刚刚到中国来 翻译经的体力 还没有 尽力 啊 那么这部经呢 我们从内容里面去看 大概是 翻译的 安世高大使 从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这些法 揭露最重要的八条 揭露了八条 为我们 做最简单的介绍 是这样的性质 跟这个四十二章经啊 性质非常相同 四十二章经 也并不是佛说的这部经 都是在一切经典里头揭露的 啊 揭露了四十二条 啊 那是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柱发兰跟摩藤翻译的 是 佛经翻译啊 第一部是四十二章经 啊 那么这个都是时间很接很接近 啊 那么这个比四十二章经更简单 可以说呢 是佛学的 概要 啊 是从经典里面揭露下的概要 前面两条小乘法 后面六条是大乘法 所以 也可以说是 是 介绍的相当的圆满 啊 非常的 紧要 很值得我们 学习 特别是 这个 初修佛法的人 我们跟他讲些什么呢 那这个几条是 是最恰当的了 佛的经典很多 我们看到经体 啊 这个经体是 佛说八大人之经 那么有很多经典 这个经体上 并没有佛说这两个字 那为什么 有的佛经要加上佛说 有的佛经就不用佛说 啊 这什么意思 我们 必须要懂得 一般经典 正宗分 第一句话 是佛说的 这部经呢 经体 就加上佛说 如果第一句话 不是佛说的 是佛的弟子 提出发问的 那么像这样的经典呢 习惯上 就不加佛说 那这一部经是极极极的 字字句句的 都是佛亲口宣讲的 所以在经体上 也加上佛说这个字样 佛经这个立体就是题目啊 它都有规矩 古人给我们讲的 有七种立体 这个在此地 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 那么这部经呢 在七种立体里头 属于 人 法 立体 佛 是人 八大人 觉 是法 所以这个经里头 有人 提 金体里头 有人 有法 没有比喻 所以是人法立体 佛这个字 是觉悟的意思 是智慧的意思 具足圆满的觉悟 圆满的智慧 所以 换一句话说 彻底 就宇宙人生的真理 这个人 我们就称他为佛陀 在此地呢 是专职本司释迦摩尼弗 因为这个经是他老人家所讲的 觉 有三个意思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自觉 是对不觉来说的 六道凡夫 不觉 所以不觉就是明眼 真正觉悟了 他就超越六道了 超越六道 我们通常讲啊 这六道之外 这四圣法界 有神文 阿罗汉 有辟知佛 有全教菩萨 有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自觉 如果自觉 又能够救他 那就是菩萨了 菩萨了 我们称为正等正确 在佛法里面讲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在华言会上称为 法身大死 这是真正的菩萨 正等正确 这个觉性圆满呢 就是无上正等正确 在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死之上 究竟圆满的佛果 那么本司 释迦摩尼佛 他所证得的是 究竟圆满的佛果 我们称他为佛土 那么这部经是佛书的 所以前面呢 观佛书 拔是讲大种作物的方法 所以他底下有觉悟有觉知 我们用一个名词做代表就行了 八种觉悟的方法 由此克制它非常重要 完全都是从纲领上讲的 从原则上讲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 自己走觉悟的道路 大人是对佛 对法身菩萨的尊称 那么这个八种方法 都是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觉悟的原理原则 我们应当要学习 所以称为拔大人觉 今呢 是同称 在佛法称为其今 上去祝佛所振之以 下其众生可度之机 所以称之为其今 今意思很多 在《华言经》里面说了十种 那么现在这个经典流通度很广了 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 我们再看人体 经典 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原文是梵文所写的 到中国来之后 一定要通过翻译 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字 在中国才能够普遍的流通 那么这部经是什么人翻译的呢 一定有一个负责的人 古时候翻译非常慎重 遗场规模都很大 这个是等于像我们现在讲的 遗经院的院长 是用他的这个名义 他负完全责任 给我们产生信心 这个人呢翻译的人 后汉沙门安事高矣 后汉是标年代 这在什么时代翻译的 沙门是学历 这个是法师非常谦虚 那么往后这个以经呢 这个以经的这个人呢 都称为三藏法师 那么安事高大使 确确实实他是三藏法师 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称呼 他用沙门 沙门是非常谦虚 非常客气 沙门的意思 翻作情习 情修戒定慧 戏灭贪嗔痴 这是沙门的意思 那么换一句话 学服从一入门 在家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能够修 无戒 十善 也能成沙门 沙门不分在家出家 出家呢 沙尼 能够勤修 射戒 二十四门为夷 也就是有沙门的条件 所以沙门 所以沙门是非常清虚客气的称呼 这是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特别是给末发众生 末发众生 实在讲啊 他不觉 他迷惑 狂妄自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称呼啊 我们的感触非常之深 我们应当啊 学这些大德们的千许恭敬 自卑而敬人 安世高 是大师的德号 他的德号啊 实在是世高 这个安呢 是他国家的名称 就像我们中国 玄庄大司到印度去留学 称为唐玄庄 他并不是姓唐 他是唐国的人 加上他国家的名号 那么外国法司到中国的弘法呢 也都把他自己国家的名号 加在前面 所以称为安世高 安是安息国 汉朝时候的安息 唐朝啊 叫做波斯 现在呢 称为伊朗 所以他是 从现在讲呢 他是伊朗人 那么在汉朝时候 成为安息国 安息国的世高大司 那么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 是一个孝子 父亲 这个是安息国王 那么他父亲死了之后 他集成王位 没有多久呢 他就把王位啊 让给他的叔父 他自己出家修行 跟中国 缘分非常之深 啊 以后到中国来 弘扬佛法 是中国佛教 早期 翻经 最殊胜的 一位大德 他总共在中国 住了二十多年 翻经呢 有二十九部 总共有 一百七十六郡 现在在大藏经里面 都可以看到 啊 那么这一部经 是他到中国 早期所翻的 啊 是 其中的一部 啊 那么他在中国的 这个 到达中国啊 是 建和元年 啊 是 系列 就是公园 一百四十七年 这个年代 这样说法呢 就很清楚了 今年 是公园 2002年 他是公园 一百四十七年 到中国来的 在一般的经典 都有啊 都有啊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啊 很明显的 这个分法 这一部经里面 没有 早年 李老师 就是 给我们介绍 这部经典 他说 虽然啊 没有这个三分呢 细细观察的时候 也有 这三段的意思 这个经文一开始 这个经文一开始 从唯佛弟子 到八大人 就这个四句啊 可以说 等于是 许分 从第一觉知 到第八啊 第一觉悟 到第八觉悟啊 这个八段呢 是 本经的 正宗分 也是 这部经典 所讲的 重点 最后一段文 从如此 八四 到常祝快乐了 可以说是 本经的 流通分 为佛弟子 常与周一 至心松念 霸大人求 这四句话 我们能够 体会到 世尊 是 愚重心肠啊 真是 慈悲的教会 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佛的学生 应当 常常 在 昼夜 至心是 以真诚的行 要寄送 要常常念著 八大人求 这个八条 祝福 法身菩萨 觉悟的法门 这样 这样才 不设为 佛陀的 真实 弟子 这个弟子 不论是 在家出家 这个四句的开始 我们 决定 不能够 疏忽 是佛 教我们 在 二六十中 就是 昼夜 不能够 间断 以最真诚的心 最 恳切的心 没有一丝毫虚伪的心 向 祝福如来 向法身菩萨 学习 他们 这个 八种 真实 觉悟的 方法 现在 请看经文 第一九 世间无常 过途为粹 四大苦空 无因无我 身灭 便衣 虚为无主 行事 卧缘 行为 最所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学佛的同修们都知道 佛家常常讲 生死死罢了 我们学佛 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无非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世尊当年在世 我们从 史传上看到 他曾经 到外面去旅游 这是出四门旅游 见到了 人间 生 老 病死 苦 他从这个地方 得到了歧视 才发心 出家 修道 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 生死问题 这个目的 他达到了 他做到了 做到之后 帮助我们 六道里面 苦难众生 解决这一个 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这是佛陀 佛陀出世的真正的目的 这个 经典 虽然很简短 精简 非常非常重要 佛给我们提示 第一个要求 世界 世间 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小 这是指我们 日常 居住 学习 周边的环境 扩大了 就是这个地球 再扩大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银河系 银河系 还不大 银河系 所以黄念族老爵士告诉我们 是 苏婆世界里面的 南瞻不周 世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 那么三千大千世界 到底有多大 如果照 黄老爵士的讲法 是十万亿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银河系 是释迦摩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 这是一尊佛的教区 从这样 来观察 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 太渺小了 这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无常说明 这个世界又沉住坏空 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一切思物 都是刹那在变化 绝对没有很长 所以给我们说清楚 故土为翠 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知道的 有许许多多天然的灾害 有火灾 有水灾 有风灾 有地震 没有一时一刻 它在停止 现在 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 给我们提出 许多多的丰富的这些常识 我们知道这个地球 地心的变化 地壳的变化 确确确实实 确确实实 如佛所说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对这个世间 我们要善于利用 佛法常讲 借家修真 从无常里面 我们要学真常 什么是真常呢 发性是真常 发性身是真常 发性土是真常 如何能够从无常修成真常 这是功夫啊 这是真正的觉悟啊 这个四大苦空 无因无我呢 这两句是讲的 无我 我这个身是假的 这个身体细胞 新陈代谢 也是刹那在变化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走进讲堂 时候这个身体 跟我们听完 这两个终点经 出去 这个身体 跟两个小时 是不是同样的呢 跟诸佛说不一样了 许多细胞死了 许多新细胞生了 新陈代谢 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 就很大很大了 无因无我 四大是讲物质 物因是讲精神 我们把整个的 这个生命界的现象 归纳起来 不外乎 这两大类 物质 现在科学家 给我们证明了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基本的 这个物质组成的 像这个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 我们了解了 把这个物质 所有一切物质 都可以分析 分析成为分子 分子再分为原子 电子 粒子 听说现在 粒子还能够分析 称之为化科 这是最小的了 那 那么 动物 植物 矿物 天球 世界 都是这些 基本的物质 组合的 所以 物质的确是平等的 这些 《金刚经》里面讲的 叶祸像 我们从科学 证明了 确确实实 大而宇宙 小而微成 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 所以 它是平等的 那么 这个基本的物质 它有四个现象 称之为四大 第一个 它确实是个物体 很小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用科学的仪器 能够发现到 它存在 所以 这个我们称它为 D D 就是它是个物质 这个物质 它有 温度 温度 我们称的是火大 它有湿度 湿度 我们称它为 这个水大 水是代表湿度的 这是中国人 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 他不讲温度 不讲湿度 他讲带阴电 带阳电 带阳电 就是火大 带阴电呢 就是水大 它是个带电体 它有个现象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个动啊 就叫做风大 那风是动的 不动啊 就不叫风了 所以 基本这个 列子 它的四个现象 就是 地水火风 这四个现象 这四个现象 插那插那在变化了 苦空啊 它不是永恒存在 它是插那变化 那个变化 时间 速度 之快速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这是让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真相 然后再告诉我们 精神世界的真相 五音 五音是色 受想行识 那第一个色呢 就是前面讲的四大 是物质的世界 后面受是感受 感受 想是你的妄想 通通是 不是真实的妄想啊 行 行是不住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 你一定是 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 末后 那个实 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什 法相为实学里面 说的非常详细啊 色受想行识 生灭便衣 虚为无主啊 这是总而言之 无论是精神的世界 无论是物质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身 心 以及生活环境 总而言之 它的真相 是生灭便衣 虚为无主 这八个字 佛把它说尽了 再看下面这两句 心是物云 行为罪所 如是观察 尽力生死 这个前面两句 非常重要 是这个 第一 觉悟里面的 最要紧的 两句话 心 这个心是旺行 就是讲我们的念头 念头是一切 我业的根源 行是讲我们的身 我们的口 身口造业 最俗 俗事 集聚 所有一切不善的造责 都是身口所做的 我们在忏悔记里面常念 往昔所造柱卧业 这些柱卧业谁造的呢? 总诗、身、余、意 这三种造作出来的 这个是教给我们真正求忏悔的法门 要认识清楚 齐心、懂念是无缘的 祝福如来 法神、菩萨 他们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硬化在九法界里面 他们随顺众生 在一切静缘当中 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不起心、不懂念、不分别、不知足 即使在给我们做种种世心 教导我们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起心、懂念过 这就是大臣经上常讲的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我们恰恰相反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其心、动念、分别、知足 这是无缘 然后在表现在我们的身体形象当中 就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所以佛在此地 第一条教导我们 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 这个观察 觉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世间、过途是宇宙 四大五因是人生的 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 你就不会 起心、动念 你就不会再造罪业了 这样呢 你才渐渐能够突立六道深思认回 佛菩萨大人 他们观察了 就是大臣法里面常讲的 观照、照见 《波若心经》里面讲的 照见无运皆空 这个地方就观察了 就是照见 因此 经文虽然很简短 一里深广无尽 我们是反腐 而且是罪障深重的反腐 我们如何入门呢? 怎样学习呢? 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学习入门的方法只有一个 要是说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六道反腐 没有人能做到 六根皆出、六成经界 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起心、动念的 不要为自己 这就能入门 其心、动念是为自己 那肯定是 心事、物业、行为、罪俗 你不可能不造业 你要造业 你不可能不收果报 果报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绝对不是佛菩萨了 给你收的 也不是阎罗王 也不是上帝 换一句话说 与外面境界毫无相干 都是你自己 罪业变现出来的果报 这个道理 大臣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一切都是自作自首 佛菩萨在旁边看到 神连明星而已 帮不上忙 就正如同你做噩梦一样 你在做噩梦 在梦中受苦、受难 那个清醒人在旁边看到的时候 没有办法帮你忙 这个道理相同 所以金刚经上讲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这个话是决定正确的 因此我们入门就是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绝不为自己 我们为一切众生 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 为苦难众生 为正法注视 我们的行刑 决定 与圣教相应 我们今天讲与自性相应 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没有明心见性 你怎么能与自性相应 但是佛菩萨的经教 就是自性 自性的流露 我们能够随顺经教 就是随顺自性 就是与性的相应 这是我们说佛入门之处 功夫得利 受用 无有穷尽 有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